金管局于今日公布,美国加息周期可能不入伪 未来一段时间本港按揭息率进一步上升的机较低 有见及此,金管局认为是以暂停实施按揭压力测试要求 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指出,暂停二例压力测试后 公款与入息比率上线仍维持50%不 而暂停时间多久难以预测 包括未知美国核实息影响市况不明朗因素亦很多 金管局在2010年为接贷款引入压力测试 当时条件为需符合按息二例后公款占入息比率不多于60% 其后于2013年收紧压测试条件至按息加三例 但在2022年,金管局再次将压条件降回加二例 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王美凤表 欢迎政府回应市场声音即共识围楼市撤落 让市松榜富长发展 对于今次金管局提高3000美元万自用 业按揭成数上限至七成 他指市场上于95%买卖成交 余楼价3000美元万以下 以近乎等同全面恢复七成案接纸 王美凤表示 2023年本港的楼宇买买登记及新取用 街综数均是于30年有记录以来新低水平 情况不常意不健康 并打击市场信心 政府今次听取主声音果断落实撤落 能让观望多时的潜在买家 时信心加快入市决定 对于财业全面撤销落税 美凤指出 此举有助降低置业入市入福成本 以地克非专才购买1200万元的物业为例 调整前需缴 7.5%买家印花税BSD及7.5%新住宅印花税NRSD合共180万元 调整号 如香港永久居民一样 只需付从价印花税 第二 准税率 3.75% 及45万元 税款大幅减少了135万元或75% 事实上 年政府为专才置业实施印花税先免后征安排 政府已接获超过500多宗申请获批 相信新措施将本港楼幅进一步带来新动力 他坦言 过去一年 事实一个萎缩的状态 预计发展商未来亦会家 推新盘步伐 一般向银行承造按揭时 银行对借人的基本入息要求 是每月总供款金额不超过 稀的50% 至于在压力测试时 会计算借款人的公款 入息比率 以首次置业的买家为例 以往要再按加2厘后 公款不超过入息的60% 如属于第二层楼或 自用性质 要求会再高一点 公款占入息不可高 50% 假设以贷款额500万元 还款期为30年 选用AXAN计划 10 吸率为4.125厘 暂停压力测试要求前 加二厘压力测试 每月入息要求为50634美元 而暂停压力测试要求后 以月 比率计算 每月入息要求为48464美元 即减少2170美元或4.3% 若假设以 款额 款额1000万元 还款期为30年 选用AXAN计划 实际吸率为4.125厘 暂停压力测试要求前 加二厘压力测试的每月入 要求为10101268元 而暂停压力测试要求后 以月供比率 算 每月入息要求为96930元 即减少4338元或4.3% 市次金管局 七成按揭放宽至3000万元楼 在新措施前楼价3000万元 按揭乘数上限为6成 最多借1800万元 新措施下可2100万元 至于压力测试 在之前加二厘下入息 要求为182283 暂停压测后 月入要求降至174474元 减少7809元或4.3% 网美凤 为压力测试 在乌增加工楼人士 在加息期的房 利 基于加息周期已见顶 未来走势将逐步回落 中长线水平 现时暂停实施压力测试 何事 他称 绑后按揭借款人的入息要求 只需符合既有的 款占入息比率上限 即是以现时按揭借的每月 款占入息比率不超过50% 经落按揭转借首席副总 曹德明表示 暂停压力测试要求一属灵活 即是 的做法 最新美国联储局政策声明中已删除了 能进一步收紧政策的措辞 表明会进行任何调 暗示联储局或开始进行讨论减析 美国加西州已见顶 甚至最快于下半年初开始减息 本港今加西州期已完结 西口见顶下 现时暂停压力 市要求是合适时间 对楼按市场属正面支持 料 加快市民入市步伐 另外 放宽非住宅物业的案 陈述 曹德明认为在现时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可 早几年受疫情及楼架下行影响较严重的中小 业主 更容易出售或加按套现手头上的非住宅 业已做融资 舒缓部分受影响之中小企业主 已支持现时经济持续复长 而上吊资产水平审批 按揭 则可舒缓业主的资金需要 新之谷行政总 庄锦辉就政府全面撒垃圾取消压力测试表示 赢 认为拆墙松绑增强大众对楼市的信心 对楼成交有垃圾作用 未来需求将由投资者 企业 以 内地买家带动 庄锦辉表示 取消压压厕属和理作 相信对楼市起正面推动作用 他指出 压力测试 目的是确保按揭借款人有足够财务能力 应付 息上升引致的还款压力 考虑到本港银行的差 出于较高水平以一段时间 加上市场预期美国年会启动减息周期 认为假设利率再会进一步 升的幅度不大 有条件取消压力测试要求 此外 预计撤销买家印花税 除惠垃圾内地买家来港 业外 由于不需付额外印花税 亦有助推动 以公明义投资本港住宅物业盘活交投量 另外 撤销 价印花税也有助垃圾投资者入市买楼收租 过几年 由无需付15%的从价印花税 投资者基本不在买住宅物业 撤垃令投资物业成本减少 投资者 到损盘便可入市 无需进行甩名 转名 向亲属借 投等操作 将来甩名按揭的需求会大幅下降 不 它预计撤垃虽然能让现实疲弱的楼价较有条 齐吻 但按揭利率高企持续困扰楼市表现 宏观 既不明朗 不预期楼价会V型反弹 星岛深 王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并增设我要赞取 目 县程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好人好事 共建更 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 想递更多精彩内容 请立 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专业 星岛头条app 经已推出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